第十一集 楚浩然翻了翻白眼,冷冷地道 楚 云木也是聪明地抿嘴一笑,不再问这个问题,笑道 是这样的,我们毕阁最近有些麻烦,想请楚上先相助 这暴虫嘛,自然好商量 楚浩然笑了笑,点头道 哼,云掌柜不愧是聪明人,但不知道以贵格的势力还能有什么麻烦 云木叹了口气,苦笑道 唉,不知道楚上先可曾听说过火云倒 楚浩然点点头,东方飞儿却是满心好奇 火云倒,那又是什么地方 那地方长期云雾缭绕,加上有无数的火火山,不定时的喷发地下烈火,非常危险的 云木一边一边说着,一边还皱了皱眉头,随即探道 偏生那地方产一种火牛 如今我们家有一位长老需要火牛绞入药,所以想要请楚上先跑一趟 楚浩然沉引片刻,皱眉道 哼,贵格高手如云,为什么这等事情居然要委托个外人 云木轻轻叹气道 唉,楚上先你说笑了 我们穆雅阁也确实算得上是家大业大,但这修仙意图实在是逆天行事 那地方不是单龄境界的高手,只怕根本不能靠近 家里的那些大佬们,也有愿意的,也有不愿意的 目前,只有两个单龄境界的长老愿意前往 另外,我还聘请了一个同样是单龄境界的高手 加上楚上先,有你们四个人,想来也是够了 楚浩然点点头,他确实把灵气控制住 让人误以为他就是单龄的境界 在越青大陆,修为境界不能太高,但也不能太低 太高,给人看不透,同样不是好事 太低,人人瞧不起,也不是什么好事 以他的修为,隐藏一下实力并不算难 云木见他不说话,当即又道 小女子虽然眼拙,但也看得出来 楚上先目前应该已经进入单龄境界的中期了吧 以您这样的高手,加上另外三位相助 想要取到火牛角,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当然,我们的报酬也是非常丰盛的 只要拿到火牛角,我们愿用五万两斤斤做报酬 楚浩然只是笑笑,信手拉起东方菲尔道 菲尔,走,我们吃饭去 说着抬脚就要走 等等 云木深深吸了口气,这个人看样子不是好忽悠的呀 出手阔瘦,而且好像这箭是不薄 五万两斤斤竟然没能够打动他 想到刚才他对月风铃的那句戏言 看样子一般的报酬,他是不会放在眼里的 如果楚上仙能够取得火牛角 除了那五万两斤斤以外 小女子还可以送上一件法宝 云木一边说着,一边留神观察楚浩然脸上的神色变化 东方菲尔不禁暗中抽了一口冷气 五万两斤斤还有一件法宝 就算是最低级的法宝,也是价值不菲呀 他听得陆判官曾经说起过 法宝和法器不同 法器只是加持了灵气的兵器 就像那个月风铃的鞭子一样 而陈上仙也曾经送过一件法器给陆判官作为仇谢 而法宝则是通过炼器师锻炼,利用本身灵气可以融合到体内 成为公鸡或者防范的法宝 法宝和法器完全就是不同的概念 很可惜,楚浩然连着眉头都没抬一样 云木见状,顿时就急了,忙着问道 楚上仙如果还想换点什么,木雅阁虽然不大,但一些好的东西还是有的 我要一些药材 楚浩然道 云木挑了一下眉头,楚浩然笑了笑 放心,就是普通的药材 不过是炼制一级巨灵丹或者雇员丹的 如果你有,就给我备着 有 云木松了口气 只是一级巨灵丹和雇员丹的药材 他还凑得齐 如果是别的药材,问题就大了 这些药材要预付 楚浩然道 这些药材都是给东方菲儿用来练手的 自然要预付 如果去火云岛的这段日子 他闲着没事,正好学着练丹 成不成功都没有问题 只要证明他有练丹的天赋 至于这灵气修炼 想起他重塑肉身的那个时候的恐怖的功法 到时候抓几个修为不错的 给他吸取灵气就成 云木皱了一下眉头 这些药材虽然不像丹药那么昂贵而且难求 但也不便宜啊 就这么给了他 如果他到时候还拍屁股一走了之了 他岂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群掌柜,如果想要合作就拿点诚意出来 否则贵阁另请高明吧 楚昊然说着 斜了东方飞儿的手就要离开 嗯,好 云木再略迟疑了一下 立刻点头道 你坐一会儿 我这就让人去给你送过来 楚昊然点点头 再次在椅子上坐了下来 东方飞儿也是规规矩矩地坐在他身边 云木就当着楚昊然的面 取过传声符 吩咐了几句 另外 楚昊然再次道 我听着贵阁的侍者说 凤凰皇皇朝的皇族也找穆雅阁定制衣服 是的 云木点头道 帝阁的衣服首饰是整个月清大陆都有名的 那些皇族名门的公主小姐们 都喜欢到我们穆雅阁定制衣服的 那 给我的菲儿再定制十二套衣服 十二套金珠首饰 至于款式 你拿最新颖的图案花式 我来给他挑就是了 楚昊然吩咐道 云木想了想 就算最好的衣服首饰 十二套也花不了多少钱 看样子 这个楚上仙非常重视那个女孩子的 如果想要讨好她 倒要好好在这个女孩子身上下点功夫了 东方菲儿看着云木热心地给她介绍各色昂贵的布料 新款的衣服 包括那些闻所未闻的精美的首饰 她看得眼花缭乱 这些图示都是存储在锦书内的 偏偏利用灵气打开后 居然可以像前世的电脑一样 一张张展示出来 看样子 这个世界的科技水平 绝对不比人家差 只是利用的原理不同罢了 对于衣服首饰如何搭配 云木显然是这方面的行家 甚至她还提议闲着没事 不如给东方菲儿满个仙女发剂 而且云木非常健谈 说得天花乱坠的 把东方菲儿夸得天上人间少有 幸好东方菲儿两世为人 倒还算冷静 只是矜持地笑了笑 最后东方菲儿向她讨要了一份 凤凤皇皇朝那些贵族小姐夫人们的 梳妆锦书 女孩子暧昧是天性 没事的时候 可以学学别人是怎么梳妆打扮的 毕竟人界的女孩子 如今都不盘发了 也不用粘子金钗布摇等繁琐的首饰 至于如何化妆和搭配衣服 东方菲儿自信 她比那个云木更在行 毕竟人界这些年可把化妆和服饰搭配 当成了一门职业 而不是旁骛了 略做了一炷香的时间 楚昊然要的那些药材全部送过来 楚昊然看了看 然后冲着东方菲儿点点头 东方菲儿自然也不客气 长袖一挥 全部收入储物手镯里 楚上仙 这个是毕格的水印 毕格的另外两位长老 已经早两天前往火晕倒了 还有一个客卿 后天可治 不知楚上仙 什么时候动身 云木笑呵呵地问着 这人收了他的东西 他还是有些担心的 而且七叔的病 也拖延不得了 这个楚上仙 看样子是个散修 不像是有门有派的 也不像那种名门出身的 反正给人的感觉有些怪 他还没见过哪个修仙者 不在乎法宝的 但这个人天生气之如碧驴 只要一些低级的药材 难道说 他竟然是一个炼药师 云木这么一想 顿时心中大惊 随即又欣喜莫名 一些炼药师 自然是看不上一般的法宝 他们自然有着无数人 恭恭敬敬地送上法宝 只求能够让他们恩赐一颗丹药 灵界灵气充足 各色药材还是很多的 加上一些专业的采药师 以此为生 只要出得起价钱 一般的药材不愁收集不到 当然一些特殊的药材 还是比较难找的 比如说这次他期书的病 配方上就明确表示 必须要火牛绞入药 他开高价四处征集 也没找到 否则他又何必低声下气地求人 但他如果不是炼药师 他要这些普通的药材做什么 饶氏云木自负聪明绝顶 一时间也摸不着头脑 楚浩然接过云木递过来的水印 东方菲儿好奇地凑过去看了看 只是一块黑油油的木牌 上面有着一些淡淡的灵气散发出来 刻着木雅阁三个字 这大概是一种信物 免得自家人相见都不认识 反而产生误会 我等一下带着菲儿再去买些东西 就去苍浪海 楚浩然道 另外的三人怎么联系 云木忙着笑道 另外三个人已经约好了 在火云岛上碰头 人到齐了一起动手的 就用这个水印 楚浩然问道 嗯 对 云木忙着陪笑道 如此甚好 既然这样 我们也就告辞了 楚浩然一边说着 一边携着东方菲儿的手 起身告辞 云木一脸的笑意送了出来 楚浩然带着东方菲儿 在访试里游了一圈 然后才去鬼府的传送阵 花了五十两秘银 购买了两张传送符 东方菲儿不禁乍舌不已 这传送符也够贵的 问了问才知道 这传送符也根据路线的远近不同 价钱也不一样 传送阵就和人家的各种交通工具一样 也是属于一种交通工具 而楚浩然也告诉他 如果承担不起传送符的高价 可以选择做独角兽或者是飞销车 当然如果不怕累 也可以自己飞过去 境界高的修仙者 可以炼制或者购买各种飞行法器或者法宝 反正带步工具很多 但如果是路线够长够远 最好还是使用传送阵 安全可靠 速度还非常快 但是前世就有些晕车的东方菲儿 从来没有用过传送阵 顿时就晕得七昏八速的 连着东南西北都分不清了 要不是楚浩然扶着他 只怕他就非常没形象的 一屁股坐在地上了 没事的 第一次使用传送阵都这样 你应该不是第一次啊 楚浩然扶着东方菲儿 笑呵呵地问道 你在进入鬼府的时候 应该也是用过传送阵吧 我那时候没有感觉 这次晕得很呢 东方菲儿用力地抓着楚浩然的手 苦笑道 这 这可能就是人和鬼的区别吧 比心理作用吧 楚浩然笑骂一声 轻轻地刮了一下他挺翘的鼻子 我 东方菲儿发现 楚浩然很喜欢逗他 楚 楚上仙 你叫我名字吧 楚浩然摇摇头 一边说着 一边带着他向空中飞去 笑道 别那么别扭 事实上 我听到上仙两个字 也挺别扭的 那 那是为什么 东方菲儿不解地问道 我也说不出来 反正就是有些怪 楚浩然笑道 楚 楚大哥 那我叫你楚大哥好不好 东方菲儿偏着脑袋 看着他 随便你 楚浩然道 东方菲儿看着脚下一望无际的浩然大海 港口 有着大大小小无数的船只停泊着 其中 竟然也有渔船 更多的 却是一些他从来没见过的大船 非常的奢华 楚大哥 我们也坐船出海吗 东方菲儿好奇地问道 哼 不用 火云岛并不远 我们飞过去就吵 楚浩然笑道 楚大哥 那火云岛会不会很危险 东方菲儿皱眉地低声问道 嗯 还好吧 楚浩然道 心中不明白 他问这个做什么 楚大哥 我想我们还是不要去了 东方菲儿轻轻地探道 那个云掌柜出那么高的价钱 肯定会有危险的 还有那该死的火牛 也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 会不会吃人呢 咱们把那些药材 都退给云掌柜 就在苍狼海这玩几天 然后咱俩就去凤凰皇朝的凤凰学院 你看怎么样 楚浩然笑道 哈哈 菲儿 你也太看不起我了 那火云岛我之前去过一次 没见有多危险 你放心 你楚大哥我怕死得紧 如果真的危险 我是说什么也不会答应的 主要就是那个该死的火牛 有点麻烦 啊 东方菲儿似懂非懂地问道 怎么个麻烦了 哼 那火牛本来就非常稀少 还平时都躲在岩浆里面 也不出来 它是火属性动物 只有偶然在月圆之夜 它才出来吸取月华 所以想要猎杀它 需要足够的时间和耐心 可能需要一些时日的 楚浩然解释道 菲儿 你把眼睛闭上 佛可要加速咯 东方菲儿依然闭上眼睛 但随即又忍不住睁开了 不过 仅仅是一瞬间 它感觉它又腰晕了 这速度 下面是一望无际的碧波大海 但是它依然能够感觉到 它在非常非常地快速前进 导致它瞬间就眼花了 所以它老老实实地闭上眼睛 心中满腹狐疑 这么快的速度 为什么它感觉不到进风呢 刚才楚浩然带着它飞行的时候 它也是可以感觉到风的 现在 菲儿没有了 随即一想 它就明白过来 势必是楚浩然使用了什么 保护罩之类的玩意儿 反正修仙者的花样多了 想到这里 东方菲儿不禁羡慕起来 什么时候 它也可以遇风飞行 一瞬千里 那个漂浮树 简直就像是老母鸡一样 扇着翅膀半天 也只能够滑出来个十来米 实在是 鸡肋得紧呢 第十一集 晚安